接著就到第九個範疇 關於不等式的不等式 下面的屬性都是很正常的屬性 現在要記住什麼呢? 你要記住一件事就是乘除負數 乘除負數 符號倒轉 你記住這一句 對你不等式來說已經是一個很有用的句子 那是什麼意思呢? 舉個例子 例如我們會有-3x大於7 我們想解決這個x 正常來說我們會想把-3除下來 但你每次看到如果你做一個乘除負數的話 如果你看到一個動作是你過了這條界 即是中間這個不等式的符號的話 那你的符號戰爪的方向就要反轉 那就會是7over-3 如果你不想處理這個乘除負數符號倒轉 都有方法 各方法就是你用加減的想法來想 即是說這個-3x過來是加過來的 然後這個7調去左邊 是減過去的 那我們的不等式的符號就會變成-7大於3x 然後你先把3除過來 再把3除過來 我們說乘除負數符號才會倒轉 但你把3除過來 你見到是沒有乘除負數 即是過中間那條界的動作的話 那你就會有-7over-3大於x 那反轉就是x是小於-7over-3 就是這樣 好了再去吧 關於這個Joint inequality 即是我們考試上 其實我們會有兩個不等式符號 兩個不等式的符號 好像這個第29頁的這一題 有兩個不等式的符號 我們要處理 其實有時候要我們找個Range 是有兩款的 一種是an an即是及 另外一種是or 那or就是滑 ok 那我們要處理它的時候 你記住an an是兩邊都要有 兩邊都要有 那我的時候是隨便一邊有就可以了 隨便一邊有 那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馬上去做一做 這個第28頁的題目 ok 那我們就未去到處理這個Joint inequality 那會在29頁才有 但是我們在28頁的時候 它會有這種問法 ok就是這樣 partA先 叫我們解決這個Joint inequality 那我們就會有 14x加5 ok 是大過等於 我們把5乘過去 那會有10x加80 好啦 所以我們就會有 雜關上來說 你記住 我們會把x的coefficient 整做正數 ok 所以我們就會把10x搬來左邊 那你就會有4x 是大過等於75 那為什麼我們會說 要把它轉為正數呢 因為我們會很想把 它的coefficient 就是這個coefficient 除過來 那如果你是正數的時候 那你就不用考慮 那個乘除負數 負好倒轉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就會有 x大過等於75 over 4 那就是大過等於多少呢 75 over 4 是18.75 來的 OK partB了 叫我們寫出 可以滿足到剛剛 Apart那條不等式的 最小整數 那我們知道 x如果要大過等於18.75 的時候 你要是整數 那所以應該就是19 來的了 就是這樣 18都不行的 因為18的話 你都還未是 你都還未是小過這個 18 18.75 就是這樣 下面的題目 又是解決這個inquality 其實都沒有什麼難度 那我們會有29x 減15 是小過等於21x 加7 又是啦 我們會想把x的coefficient 轉為正數 所以會搬來左邊 8個x 小過等於22 22除8 是2.75 OK 要剛剛好小過2.75的最大整數 OK partB來講 應該就是2 OK 就是這樣 因為你看到3是大過2.75 那就不行 但是2.75本身是個小數 都不行 因為我們今天的題目要求是一個整數 integer 就是這樣 再去吧 好了 這一題了 今天我們會有兩個in equality 就是4x加6over7是大過2乘2x-3 以及3x-15是小過等於0 記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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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寫下這兩條不等式之外 你更加重要的是看清楚 今天究竟是n還是我 對於我們等等做題目 是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OK 我們分別解決了兩條不等式 先 4x加6 是大過14乘2x-3 所以會有4x加6 是大過14x 再減42 又是那句 我們今天會想把x的coefficient 轉為正數 所以我們會搬到右邊 變成10個x 這裡就48 所以我們會有x是小過4.8 就是這樣 旁邊了 所以我們會有3x是小過等於15 所以x是小過等於5 我們就成功對著兩條不等式 去找找他們各自的 因素的因素的因素 是多少 但今天我們是一個jointed 因素的因素 就是考慮兩件事同時發生的話 那到底我們因素的因素 是多少呢 所以這個n和我 在這個時候就發生了這個用處 我們的處理方法就是這樣的 你各自在實數線上面 OK 說回 究竟 他們各自在表達的range 是多少呢 例如好像左邊 x是小過4.8 所以我們就隨便point out一點 OK 這裡是4.8 你看到它是無等於的話 我們這裡會是空心的 小過所以向左 OK 所以這個就會是我們左手邊 x小過4.8的一個情況 然後呢 x是小過等於5 OK 那這裡是5 其實亂畫都可以 I mean 你要跟回大小 就是5要在閃密右邊的 OK 但其實這個range 是不用太大的 今天是右等好的 所以我們會是實心 小過所以向左 OK 這裡 就是x小過等於5 的那個範圍 但今天是n OK 記不記得我們說n的要求是什麼 n的要求是兩邊都要有 所以你留意這個位置 4.8至5這個位置 你看到其實只有 右邊 x小過等於5 才會有的這個range 跟我們說n要兩邊都要有 其實是有雙圍背的情況 但你看到 x小過4.8 這裡就是兩邊都有的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range 應該就是x小過4.8 就是我們最終的range 那partb 問我們有多少個正整數 能夠同時滿足a parta裡面的不等式 你想想我們 既然最終的range 是x小過4.8 OK 你要剛好小過4.8的正整數 其實就只有1 2 3 4 所以答4 OK就可以了 記住你就不是答1 2 3 4 別人不是叫list out 有哪些正整數可以符合這個range 而是有多少個 所以你答4就可以了 好 下面的題目 parta 我們又看看 parta 叫我們解決了 所以會有19-7x 是大過 這些數 你記得深算不到的時候 就按機了 我建議考試的時候 就不要這樣深算 就是23乘3 所以不是69 是69 那就好一點 同樣道理 我們會想x的coefficient 是正數來的 所以我們會把-15搬到左邊 變成加15 所以我們會有8個x 大過50 所以會有x是大過50除8是多少呢 是6.25來的 OK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parta的答案 那partb了 那就要我們找完所有的integer 同時滿足兩條不等星 留意今天是n n的時候 就是跟我們剛剛的處理方法完全一樣的 所以我們首先會有x大過6.25 and 27是大過等於3x的 所以我們會有x是小過等於9 先畫一條數 這裡是x 6.25就是這裡 沒有等好的 所以這裡是空心 大過所以向右邊 x小過等於9 就當這裡 等於所以實心 向左邊 我畫回 6.25的range在這裡 x小過等於9就是這些位 留意一下 今天是n n就是要同時發生才行 所以應該就是這個位 黃色不間住的位 就是我們今天的可取範圍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的x的range 應該就是 6.25 小過x 小過等於9 才對的 但是 留意一下 我們今天不是要找這個range 我們今天是想你去找回 有哪些整數 留意一下integer整數 有哪些integer 符合這個range 應該有7和8 是不是9都可以的 因為你見到9這裡有等好的 所以我們便可以拿 就是這樣 下面這一題了 留意一下 又是兩個不等式的時候 留意一下有個n 所以就好像我們剛剛所說 兩邊都要有才可以的 part a 我們會有7-3x over 5 是小過等於2乘2x加2 以及4x-12是大過1的 所以7-3x是小過等於10乘2x加2 所以會有7-3x是小過等於10x加20 同樣道理 我們會想x的coefficient是正數 所以我們會搬去右邊 所以就是13x 7-20就是負13 所以把13除過去 留意這個13是正數 所以除過去的時候 符號不用倒轉 所以就會有x是大過等於負1 就是這樣 右邊了 我們會有4x是大過13 所以x是大過13除4 不懂 所以我們按機3.25 OK 今天我們是n的關係 我們可以先畫一條數線 大過等於負1 所以這裡的項目是負1 向右邊大過 接著x要大過3.25 我會用另一隻筆 我會用3.25 我會用3.25 沒有等好的 所以空心 向右邊都是大過 所以這個位置就會是他們的range 如果一直延長負1 其實可以在這些位置都有 OK 由於是n的關係 n的關係 所以有重複那些才可以拿 所以這些位置都可以拿 OK 所以這個位置其實是3.25 所以我們今天的range 就應該要是x大過3.25 OK 就是這樣 然後是partb 叫我們寫出滿足到parta的不等式最少整數 OK 應該是4 就是這樣 好 下一題 下一題又有一個joint inequality 但是留意今天是和 和 和的時候就是隨便一邊有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parta的時候會這樣做 就是有x加6 是小過6乘以x加11 以及x加1 是小過等於-4 所以會有x加6是小過6x加66 以及x是小過等於-5 這裡 我們要x的coefficient是正數 所以會把左邊的x搬來右邊 所以這裡就是5x 把66減過去就是-60 然後把5除過來記住是正數 所以符號不用倒轉 x大過-12 OK 那我們今天就要畫一條數線 對吧 x大過-12就是這裡 記住-12是-12是小過-5 就是負的越多是越小 所以x大過-12就是這裡 然後x小過等於-5 就會在這裡 OK 實心是正確的 記住-12是-12 然後這裡是-5 然後我們會有這樣的樣子 留意一下 我們今天呢 你要記住 我們今天是我 我 我們說什麼 我是隨便一邊有就可以的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真的隨便一邊有 我會發現 小過-12的有 有的 有的紅色筆 兩個都有的 這樣更加適合 對吧 但是你會發現 大過等於-5的時候 都有的 這些位置 都OK的 因為我們今天是我的關係 你會發現 今天就是整個實數線 我們都畫了 差不多 那是沒問題的 整個實數線畫了 沒問題的 所以我們最終的range 就是 all real x 就是這樣 就是all real x 所有的實數 x值都可以拿到 OK 那 part b 叫我們寫出 可以滿足到星星的 最大負整數 最大負整數 大家留意一下 負數裡面最大的整數是誰 就是負1 因為我們說負的越多 是越小的 所以負1就是負最小的整數 所以負1就是我們的最大負整數 而滿足到星星的這個條件 就是這樣